今天我们用鸡蛋来分享好吃的 首先准备10个鸡蛋 把鸡蛋清洗干净 然后把大头给它敲破 然后把上面一层碎皮给它接下来 再用牙签 把上面这一层蛋皮给它揭开 10个鸡蛋我们加入大概是2克食用碱 让它充分搅拌均匀 然后给它过滤一下 加过食用碱之后 它的蛋液是有点点偏红的 蛋壳中倒入8分满的鸡蛋液 剩下的给它倒入小碗中 也是8分满 然后我们开水上锅 小火蒸25分钟 蒸的时候一定要小火蒸 而且锅盖一定不要盖腌 现在已经蒸好了 我们给它剥下皮 像跳跳球一样 非常非常地Q弹 蒸好吃后 油有一种淡蓝色 全部剥好之后 我们把它给它切成片 油热之后 我们把鸡蛋也倒进来 然后给它煎到两面微黄 煎好之后加入蒜末 芝麻 自然粉 辣椒粉 再加一点盐 把它搅拌均匀 鸡蛋 鸡蛋这样做也较多实弹 口感轻到Q弹 是一种烧烤 做法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没吃肉都舒服 没吃肉的朋友赶紧试一下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